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段时间呢有咱们很多的这个番茄种植户啊 普遍反映的就是说比别人家这个 烹果的这个效果呀比较慢 或者说呢现在做上果了 但是就是不烹果 为什么会引起这种现象呢 和咱们一部分这个朋友啊 经过就是聊天以后啊 现在总结啊这么一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说 往往有一部分咱们这个番茄种植户啊 这个烹果肥它没有搞明白这个时间段 一般呢从这个直径达到1.5公分到2公分啊 这个时间段实际上呢 就应该去使用这个高甲肥了啊 还有一种情况啊 自己土壤中这个含磷的这个含量比较高 怎么办 就是说咱们在充肥的过程中 一定要去加一些微生物的这个菌剂啊 也就是说通过咱们使入啊 这个微生物菌剂以后呢 把土壤中被固定的这部林 或者固定的这个酱通过别的形式呢 给它重新的激活啊 被作物呢 又能够吸收利用一部分啊 这个呢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 咱们呢可以结合咱们这个 蓬果肥或者蓬果水 同时呢通过椰片呢 咱们可以呢去喷洒一部分这个塞本笼 可以和酸性的这个农药呢去混用啊 那么这个塞本笼就是说 30斤的水量啊 可以加入4毫升啊 到5毫升这样的一个量啊 就可以很好地避免 咱们这个果呢老是不蓬果 或者说是没有别人家这个果长得大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